讲到记录第27篇谈话记录 3.讲时 1935年11月22日下午讲地 全州工人的对付工人要对付的事 与教会中普通弟兄要对付的事不同 普通弟兄主要是对付各众的罪 至于做工的人 一切对工作有妨碍的问题 都必须小心对付 对付性情 首先工人要对付的乃是他的性情 做工的人在天然性情上 有各种不同的特性 有的性情公义 有的性情严格 有的畏缩等 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性情 就如有的人性情特别固执 其他方面都好 就是性情固执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是 他偏要说非 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特性 对于同工之间的陪搭 就要一直生出问题 这样的人很难和人佩搭 同工 因此每一个工人在神面前 都必须寻出他自己的弱点 如果你在神面前寻不出自己的弱点 你只要将失败之处用笔记下 几次以后 你就能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你知道自己的弱点之后 就要专一地去对付 我们不是说做工的人不能有一点的软弱 我们乃是说习惯的软弱不可有 我们必须去掉我们个性上的特性 比方 有的人耳朵太软 什么话都听进去 有的人耳朵太硬 不容易听人家的话 这些都是性情上的失败 都必须除去 哥罗西二章所说的歌里 就是指这些说的 真正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 不是没有任何的特性 乃是他的特性 只是偶然出现而已 对付态度做工的人 不仅性情要受对付 他的态度也要受对付 每个工人身上 不止他普通的容易看线的动作或态度 有人注意 连他全身各部分的动作 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人注意 他开口 举手 走路 声音 表情 眼神等等 都是人所注意的 有一位童工讲道时喜欢动口 这是因他普通时候就常常动口 又有一个童工邪视 他虽然没有邪眼 但因为经常邪视 以致成为习惯 因此在讲道或与人谈道时 就不自觉地邪视 我们做童工的人 在这些事上 都不可被人批评 不可被人拿为画柄 更不可使人注意 你的这些特性 过于注意你的道 又有一个童工习惯 用指头指人 这也是不好的特性 如果一个人每天 在主面前有不正当的生活 他讲道时 就不免要露出来 这些不正当的特性 平时就必须对付清楚 一个人有美貌 这是神给的 但一个人脸面上的表情 乃是后天性格养成的表示 如果一个人里面喜乐多 他脸上就常发出喜乐的表情 如果一个人常与人争吵 他脸上自然就有不喜乐的表情 一个人面貌的美丑 自己无法改变 但是一个人脸面的各种表情 乃是与自己的生活 性格有关 你能够造成 你也能够除去 但你们要领会我所说的这些事 是要你注重属灵的 不是要你天天专专注重 休眠整龙 上海有一位弟兄 出来上海时 面貌凶恶 后来我问人 才知道 那位弟兄性情不好 但几年以后 他的面貌改变了 成了很柔软的人 因为他的性情改变了 面上的表情的 却和人里面的情形有关 你里面的性情 能够借着脸上的表情表现出来 何首恩教士有几次 好像能看相似的 说出某位弟兄的情形 是怎样的 事后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 例如有一次 一个弟兄在庙里睡了一夜 后来他见到他就说 黑暗写在他脸上 因为他靠近了黑暗的权势 后来人问他之后 果真如他所说的 今天我有时也能看出 一个人的光景 我不是说我能看相 因为我知道 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乃是说明人里面的光景 对《复魂铁钳五章》说到 要勉励那些灰心的人 灰心原文是小魂 如神经衰弱的人 有些人可以分为大魂的人 或小魂的人 其余的人 魂是平均的 正如人的体型 有大有小 人的魂也是一样 人不容易是中庸的人 不是大魂就是小魂 大魂的人 你要他工作时 会以为他很有能力 因为他满有自信 小魂的人 没有自尊感 事事害怕 处处退缩 这两种人同样是错的 在神的手里没有用 神所能用的人 必须只有意志 有神经 有感觉 但却没有自觉的人 上海有一位弟兄 是小魂的人 但他的心大 聚会师祈祷很长 并喜欢祷告说 圣灾圣灾等等 这样的人 只有圣灵的浇灌 能改变他 大魂的人容易轻看 小魂的人 因为小魂的人 好像感觉麻木或衰弱 不能承受大事 大魂的人恰好相反 我们不可批评别人 只要对付自己的弱点 小魂的人缺乏魂的力量 所以不能做什么功 大魂的人 做事只靠自己魂的力量 并不是出于灵力 因此 这两种人都不能为神做功 这件事如果不对富豪 就不能得着复活的生命 中国有机位大不倒家 都是大魂的人 大魂的人需要十字架的对付 来除去他太降的地方 小魂的人需要圣灵的浇灌 来补上他所缺的 小魂的人需要去 独灵前十二至十四章 寻求圣灵的浇灌 好加上那缺欠的一面 我们如果要成为 主合用的器皿 就必须对付我们的魂 一个传道人身才 无论高 矮都可以传道 但他的魂 无论大或小 都会出问题 工人在这世上必须自己先对付好 然后在选择地方上负责的人时 也必须按照上面所说的情形 选拖弟兄做事 我们多选大魂的人 因为他们容易显明自己的能力 但这样的人必须有十字架的对付 才能做灵工 另一面 小魂的人需要圣灵架给他能力 否则他就不能做工 所以中庸的人最好 但这样人最不容易找 这是一件大事 你们必须小心对付 浙江有二位同工 人都认为他们是小魂的人 有人问我觉得如何 我答 是 比方别人热食 他们总是冷 别人想的 他们不能想 但这两个人在生命一面很好 有一次 这二位弟兄来找我 说他们不做了 我就问他们在中国什么样的人能有所作为 能大有作用 他们答说 大魂的人 我就请他们去读灵前十二至十四章 要他们寻求圣灵的浇灌 小魂的人不可灰心 必须在主面前迫切祷告 求圣灵充满 一面 对于小魂的人 不可太早把事情托付给他 必须等候圣灵加在他身上 另一面 大魂的人必须受十字架的对付 关于大魂 小魂的问题 你们若能谦卑地问别人 就能知道自己的短处 这件事 如果不好好对付 神的工作常常会受损失 这实实在在是大问题 盼望你们做工的人 在主面前好好的对付 十字架是对付消极的 对付人所已经有的 圣灵是对付积极的 对付人还没有的 小魂的人男的人的喜欢 大魂的人是人人都喜欢 但不久就会引起人讨厌 小魂的人恰好相反 起初不得人喜欢 过一段时间后 人就会开始喜欢他 许多人喜欢夸大魂的人 叹息小魂的人 但小魂的人若得着成全 也许更有用处 同工的条件 关于做神同工的人 最少要有八个条件 第一 必须是得救的人 第二 必须得胜 第三 必须有能力 第四 必须蒙照 第五 必须有恩赐 第六 有执事 第七 对付前面所说消极的是 第八 必须认识身体的生活 不致分门别类 要为神做工的人 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对付 也必须被圣灵充满 其他今天 我们的见证乃是接续 传递使徒的见证 并不是新的见证 因此 实际上我们不该有 我们的弟兄这样的称呼 在基督的身体里 一个肢体的事 就是全体的事 好像口吃饭 就是全人吃饭 眼睛看东西 就是全人看东西 耳朵听声音 就是全人听声音 这次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 只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 临后十二章九节 但其中有许多丰富的内容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对神 有正当的雄心 竭力地追求 我们不可对世人 是是有雄心 但对神 却该有正当的雄心 如果你不是自己每天 在神面前先有对付 先有追求 你就不能对付别人 不能帮助人 祷告主啊 求你赦免 我说到别人的态度 裂点 短处和软弱 求主使我在你的审判台前 不知因为今天的批评 被你批评 不知今天的论断 成为来日对我的论断 主 求你用宝血遮盖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